在登革熱疫情比較嚴峻 那在昨天8月9號 我們台北市也發生了第一期 本土登革熱的案例 那當然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是 嚴正以待 而且用最 嚴謹的態度來面對 積極處理 所以在昨天當中央機關署 也正式確認 台北市這第一期的 本土案例之後 我們 即刻成立了區域的 緊急應變中心 由區長來擔任指揮官 所以當時我們第一時間 也就對於 個案居住的地方 半斤100公尺的範圍 進行了一次的清銷 對於資深員的部分 我們家也清除 那另外我們後來又再進行的第二次 就是戶外的部分 對任何有 容易積水的地方 包括盆栽 包括廢輪胎等等 我們在特別 比較小小巷弄 都會再次做一次噴銷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 我們紅里長 今天率領的 志工團隊 再一次的做周遭環境的 整體 維護 希望能夠徹底的來 減少 相關並沒有資深的地方 所以我想昨天 當我們 確定 台北是第一個本土 能格案例之後 我馬上 下午召開 跨局處的 緊急應變小組 聽取各局處 相關的 準備工作 所以不只是衛生局 對於個案的 分析 還有 後續相關傾銷的工作 環保局 也就人力相關物資 做了一個聽點 今天特別有消毒班 先來再次做噴銷 民政局也謝謝 陳局長 透過民政系統 以及我們區長 里長 林長 志工 等等 我們全面的來做一次環境的 維護 同時 官傳局 我們也發布相關的 新聞和訊息 讓各界 重視這個議題 同時包括公務局 公園處 相關的樹木 這個公園內 可能汽水的地方 我們也做一次 全面的行銷 所以種種這些 我們都需要靠各區處 通力的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 確保市民朋友的安全 我們各區 其實也都必須嚴正以待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 希望能夠 將登格爾 壓制 我們也希望能夠 大家 不只是我們公部門 我們包括 各 李 林長 李明 大家也都能一起 維護自己本身居住 生活的環境整潔 目前本市還是只有 一定有過大的局勢 登格爾因為他的潛伏期 比較長 所以我想我們會對於 第一個 至少這個個案 依照規定我們會持續的監測 到8月31號 另外 我們對於個案的同住家人 另外有三位 我們也即刻了 做了相關的 處置 那當然目前我們也會 持續的觀察 目前狀況都還好 但是我想因為 潛伏期比較長 我們也不敢 掉以輕心 所以 我們 絕對嚴正以待 所以不只是大航區 我們其他各區昨天 跨局處的會議當中 也請各區長 透過群組 透過管道 將登格爾防治相關的作為 宣傳 來 這個交代給各禮 敷衍 敷衍 敷衍